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今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我国的发展前景所吸引 纷纷涌入我国 就比如说越南人 尤其是越南女性 现如今就有大量越南女性在广西定居 他们是靠什么生活的 今天可算明白了 越南虽然旅游业发达 但其他方面都不怎么样 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都很贫困 而且越南人也比较重男轻女 所以不少越南女性都是早早就辍学打工了 他们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前景就会来到中国 而距离最近的广西就是他们的首选地 因为没什么文化 他们就只能在一些小工厂里面上班 虽然起早贪黑日夜颠倒 但是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还有些越南女性会选择去做服务员或者导游 因为这两个工作的门槛都比较低 而且很适合那些长相清旧的越南女性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生活也还过得去 起码比在越南好多了 而且这些年也有不少越南女性嫁到广西来 她们似乎非常喜欢中国的生活 对此你怎么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